台下長輩們全坐好坐滿仔細聆聽 因為是由徐曉欣的丈夫劉彥禮 舉辦維老重建公益講座 身為杜耕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免費說明會全鎖定松山信義 講久了 劉彥禮似乎也心動了 2021年買進一棟超過50年的中古屋 徐曉欣與丈夫劉彥禮 在2021年花了1800萬 買了這棟在松山區西松路段的中古屋 超過50年的中古屋 外觀跟一般的老公寓差不多 樓層剛剛好 但地段卻很好 周邊的公寓一坪破百萬 巧克勒是攤開時間軸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任內 2018年將金華城土地容積率 回復到原始的560% 同年徐曉欣當選台北市議員 而丈夫劉彥禮在2020年 擔任都更研究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暢談圍繞都更 隔年砸近兩千萬 賣下中古屋 年底柯文哲就送上大禮包 給金華城史上最高840%的容積率 誰管他什麼金華城啊 金華城去死一死啊 我管他是 不 我不管他今天容積多少 管我屁事喔 對我來說我媽媽才是最重要的啊 時事評論員 文朗東加碼爆料 是小心有內線消息 聯合副政理的里長一起推動都更 還在里民群組中鼓勵居民填寫意願書 大力推薦合作廠商 就是衛京集團事業群旗下的中華工程 只要問我說有沒有推薦建商 我都一律會說沒有 我們家最近就要 附近就要開座談會啊 是里長召集大家開的啊 那難道里長召集大家開這個 也是在圖利嗎 這個徐曉欣呢 是買了房子就轉彎 開始成為了柯友友 這個關鍵點就是 他就在金華城旁邊自採 因此柯文哲涉入著金華城 相關的容積率是個弊案 徐曉欣其實他也是 利害最直接的關係者 金華城附近地段的房價看漲 可以期待 但徐曉欣的爭議也跟著長起來 華視新聞流星張正傑 前網報導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謝謝